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来到《华山论世》 今天又是与刘兰昌卿和大家聊天 大家好 好了 兰昌 我们今天先谈谈台海 全世界关注 全世界关注 其实我们今天想谈谈 谁赢 谁输 我们分开逐个逐个谈 第一个谈谈台湾 北京 美国 人物都可以看一看 譬如贝岳西 拜登 这两个就是主要人物 看谁赢谁输 我们就慢慢谈谈 你觉得台湾 可能都是输到怕 是吧 台湾总体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输家 但是蔡英文和民进党 都会有少少得着 因为对年底的选举 可能票数会多 因为这次佩洛西 又掀起一个抗中保台 将台湾特别是年轻人的情绪 击费起来 他的票可能会多些 因为实际上 现在国民党帮他欠 但国民党帮他 那条线是一样的 口径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他就赢了 但是整个台湾 在整个他想推进台独方面 全都疯了 我想问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了 北京有几样东西 就禁止了台湾的水果 即是有些食品 其他很多鱼 那些全部都不让进口 建筑的沙 建筑的海沙 这几样东西 原味还是你觉得 还有后着呢 有 一定是 我觉得 其实 台湾最害怕 不是军演 因为他判断到 你现在不会打 但是他知道 这次他是亏的 亏是什么呢 亏是你中线也没有了 台湾的涉滅区也没有了 台湾自己定的领海领空 全部都没有了 但是不真的影响他 是 就是没有打 你导致他 对 打了一下便过去 没有实际影响 因为他知道你不打 不打便没有实际影响 如果你真打 就会影响 因为从看他的股市 股市三天跌了三百多亿 但是没有 崩溃 是 如果你说真打 就会崩溃 但没有 加上他出来的 那些国安基金 去保护 就撑住股市 所以实际上没有大影响 但是 你说现在 大陆 不准天然沙 即是不准建筑用的沙石去 台湾 你要去另外找 因为那里是最便宜的 其他要找东南亚 其他要贵很多 当然可以找到的 成本会贵很多 晶片 要来做晶片 另外最主要的 现在大陆 对大陆 给了台湾很多 很多的 为台政策 一 EGFA 十年已经到期 早期清单 这方面 台湾是有利益 大陆实际上没有什么 对象 两岸在贸易上 贸易上的 互相优惠 台湾是有利益 好多 另外 台湾现在每年对大陆的出口 是占出口的40% 而且在这40%里面 他拿到每年 拿到的顺差 是超过1000亿美元 是 中国现在帮俄罗斯的贸易 上半年才是900亿 是 他自己 中国帮台湾一年 是2000多亿 那个贸易额 台湾拿到的顺差 是1000多亿 美元 如果不是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 台湾对外贸易 是逆差 是输的 这次宣布了一大堆东西 是不准入口 大概你有没有计算过 会影响多少台湾 现在很少 现在其实是一个心理压力 小肆牛刀 但是如果你是种产 你是卖吉者 你是渔民 你是生产食品 你都大事 影响面很大 因为这些和素颜历是看起来少的 因为农产品 你帮的芯片比较差很远 是吧 我一粒芯片就顶你一顿的米 都不止了 所以赚的 但是它涉及的农民的面是好 就是说你台湾农民 种这些粮食 种橙 多过你在台积电打工的人 台积电打工很少 好像香港 香港你在金融方面是赚钱 但你金融的人很少 但大多数是零售 做其他东西 所以你看台湾输 但蔡英文就没怎么输 可能有少少好处 是 就是民进党可能有少少好处 好了 我们另过来看看北京 是 北京赢不赢 北京呢 我觉得呢 都有输 是 输在哪里呢 挡不住佩洛西 最初呢 北京做的形势呢 就是说你不要去 其实呢 就是说 希望 或者是挡住了 不要让佩洛西去 因为上次 四月份的时候 要叛飞等等 佩洛西就扬胜 不去了 今次呢 作为美国 他是中国的最主要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他的第三号的人物 去了台湾 实际上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其实是一个假的东西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但现实就是这样 如果中国 习近平说 王毅不可以去 就真的不去 是的 但是美国呢 拜登说 布林肯不可以去 布林肯真的不能去 因为他政府 但是你是佩洛西 其实是国会 是的 你真是 你不要吹他 他喜欢去 老实说 他也说明 我是为了 美国民主党的选情 我去 还有我又 继续一些共和党的人 一起去 你没得阻止 其实这件事 中国一直都要接受 美国总统对美国两院的控制力是低的 是的 所以这一次 其实北京做了很多方案 你可以看出 这一次 当晚宣布在台湾六个禁区 即是普洛西一走 即是早有准备的 不是想很多 其实那些火炮 那些弹药 那些弹药 早已均匀去 一打就打 即是你都不是说 可能立刻 你先吹 不是 其实可能 这个计划 可能已经是 早三个月 六个月 即是 已经是如何攻台 他只是拿了这份 放在那裡 台湾有个中华战略协会的执行长 叫做罗庆生 他就说 你一个军事演习 你没有三四个月准备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现在实际上 大陆方面 奸君 就是将他的攻台计划 拿了出来 拿了其中某几个部分 比如说 我要打台湾 我一定要封锁这六个区 可能不止的 可能十个区 十二个区 做你六个区 先做六个区 这个就是 大陆是将攻台计划 拿出来 演奋 所以大陆方面 就是演奋 这个大陆方面 得着 我自己觉得 第一 突破了台湾的所谓的 维持现状 因为维持现状 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台湾政策 就是说两岸 大家都没动 现状是这样的 中线 和台湾的防空性地区 台湾的领海领空 大陆是不能够来的 现在就是说 大陆就说 好了 你去台湾 那我就全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就可以来的 这个 从军事事业来说 就是一个战略的大势 如果是再实一点 就是战场的实地 就是我的战场 我将战场 已经是推到你那个 外面 去到外面 入了外城 想入内城 实际上 大陆方面 它这次 就向全世界 展现了什么呢 解放军的军舰 已经去到这个 是一个花莲的北回归塔 一个同框的照片 大陆的战机 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脈 这些照片 这些画面 一分钟后 已经去到 都向全世界 给全世界看到 实际上 这一次军演 是最大的一次公关活动 公关活动 是证明了什么 解放军的军备 全部是超过台湾 是无数倍 即是无法打 但公关 基本上是中国内部的公关 你说全世界的公关 可能是欧盟 其他地方 东盟也好 都叫你不要动手 其实都是害怕的 布林肯也说 这次台海的军事行动 是不成比例 以及很危险 老女人一个 你不需要搞到这样 你好菜 因为不幸 他最后高高跟鞋 在上面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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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很麻烦 实际上现在的演习还未完 还继续在 大陆方面说这次其实是立了一个新的规矩 即是说你如果要来 那我的演习是如何去突破台海的现状 就是我自己作主 实际上这个是给美国一个 将一个波扔回到美国 即是你将来你下一次 你不做议仗了 换了一个金利期 那你来 那你就想 如果你这次我再来 大陆会不会有演习 去到亚里山去到中央三百六 那就要想这件事 实际上就是大陆 除了以前 经常是口头抗议 现在是实际上给你一拳 好了 那我们又说一下美国 那美国呢 我们也不要说国势 因为其实美国就不关事 是吧 即是你两个台湾 即是有些什么搞的 即是你虐待你的事 他又不会 他又不会收小你一个崩 他卖东西给你 好了 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究竟 即是我们讲两个人 是 贝洛西 是 拜登 是 赢了还是输了 这个 两个来说都是输 两个都是输 两个都是输 是 贝洛西 最初就好像有一个虚名 即是大陆抗议我 我不听 我就是可以 是 就可以拿到一个叫做反中反共英雄的形象 但实际上 这次被大陆的连续军员推进去台湾 沿海看到中央山墓之后 美国的很多人都在罵他 是的 尤其是他到达台湾的时候 你老实说 为什么要关灯 就是 灯光火猛射着你下来 是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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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国说他穿台 那个字眼用得非常之好 老实说 你关灯你才下地 是的 真是肉酸 而且多了很多弯路 多了三个小时 因为你真的不敢经过南中国海 你真的怕别人阻碍你 不过有个说法 就是当美国的海军列根浩送他 即是护送他去的时候 还有这个在日本 沃金沃的美机护送他走 其实都是有了一个命令 如果有任何人是想阻折 佩洛西的飞机可以开火 是 那时候就真的打了 所以 其实 中国这次 我觉得是处理得很高明 首先 如果假如 这个佩洛西的飞机出事 佩洛西 这对大陆是不利的 这个对大陆是不利的 其实是一个现实情形 就是 就是 是美国老实可以做得公开谋杀 就是 你去另一个地方 就是杀人 中国人不是做这些事情 另外 其实 从整个当前的世界大战略去看 美国是很希望 他现在又坐在美洲 好像二战时候 看欧洲的一场现真 亚洲又有一场现真 因为台海战争 是做生意 是的 台海一打下去 真是 不知打成如何 当然 监军现在可以 72小时解决问题 甚至更快解决问题 但是 这是最好的情况 因为 台湾中间300都很高 如果 有几万台军继续坚守 战事可能会拖很长 战争拖长 对任何要发动战争的国家来说 是不利的 是的 但是也都现实 如果大家有看网上的视频 台湾也访问了很多年青人 你会不会打 你会不会打 没有人说会打 但是 绝大部分都说不打 我走 怎会打 老实说 你说这些草莓兵 不是军队 就是访问 他也不知怎样 不要说是普通市民 大学生 他会不会拿枪去打 这个真的没有 好了 拜登又怎样 拜登 其实 他就是打乱了他的计划 因为他实际上 在之前 因为之前 在普洛沙洛之前 他帮习近平通过一次画 这一次画 这次通话 实际上是没有了任何成果 只不过他又继续说 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习近平就说 你不要让普洛沙洛去 他就说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可能 就是顶住 可能 他还要说 你先头说 我总统是管不了他 他也说 但在他们通话之前 布林肯 和王毅 在印尼巴里岛 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王毅给了四份清单 三份清单 就说现在中美之间有什么问题 第四份清单 是中美现在可以合作的方面 有八个方面 很多人还说 这一次结束之后 会不会 拜登和习近平 一通话的时候 就说 中国驻邮斯顿的领事馆 会开放 美国驻成都的又会开放 就是关税 关税又减 关税会改善 因为这个改善 其实对拜登的中期选举是有利的 对民主党 对民主党是有利的 但是被佩洛西查误了 所以现在拜登 看到所有人 问他这件事 他就说 这是佩洛西自己决定的 不关我事 其实很有趣 就是 佩洛西去 不只是民主党 因为还有很多共和党的人 都一起去 一起在那里拍照 换句话说 他就说 我有够胆支持中国 即是我们威衰 这件事 就不只是民主党得到分 即是共和党也得到分 共和党 擺明 可能是反中 比民主党更厉害 所以 比较之下 接下来的选举是怎样的 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 佩洛西82岁 虽然他未说 但有很大的可能 别人一说 他也未必再选 就算他选到 不过 全国会 然后选择 选择 他会否做到 又是另外一件事 多数不行 共和党占多数 另外 这次 美国最说是什么 是输了一个小 因为 简军演习 简军在很多地方 我撤退这些 所有演习的禁区 是公开的 美国你阻止不了 美国阻止不了 美国阻止不了 即是你无力 这一次简军演习 最主要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叫做 拒止反解入 拒止反解入 即是不让美军进来 所有的导弹 射的导弹 其实就是射美军 射美军的航母 不让你进来 因为那些区域 不是台湾军队在 譬如说 中安三日东部 有一个射击禁区 那个禁区离台湾很远 那个禁区明显就是说 我射美军 就是告诉你美国 你美国不能够进来 那你这次美国 你又没有任何反应 你又不是说 我在射的国阻止 你如果够胆 你就开个军舰进来 但你不敢 你全部都 没理由拼 所以输了 现在很多外国军事家 通过这次演习 看到第一 解引军的高超音速武器 第二 无人机 第三 就是远程火箭炮 这三个方面 就是被美军要休成 至少在武器方面 都说赢你美国 那你便输了 输了个势 其实试完这次之后 我觉得北京要做一件事 加快自己的弹药的储备 提高它 因为你不再提高的时候 到时真的有什么移动的时候 你需要消耗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结论 不是打 但你一定要准备打 愿意打 不怕打 你才可以打得赢 好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